主料,西红柿一个,大两个,辅料,生姜三片,香菜食料,料酒二大勺,醋三大勺,糖一勺,白胡椒粉两勺,将龙头与巨头浸糖洗净,用料酒,盐腌制十分钟试出水,倒掉渗出的水,西红柿切丁,蒜头切末,生姜切细丝,香菜切小段备用,去一碗,加入醋三大勺,糖一勺, 白胡椒粉两勺,切好的香菜,盐适量,拌匀,另一碗调好水淀粉,再去一碗打入两个鸡蛋,打好蛋糕备用,打得充分气泡即可,锅中倒入适量油,加蒜末爆香,倒入西红柿炒出红之后,加入足量的水,加入已倒出新汁的龙头鱼,盖上锅盖煮沸,加入不整三条好的酸辣汁,搅拌均匀, 带水沸后,冲入调好的水淀粉,搅拌至汤汁浓稠,加入姜丝,带水再次沸腾时,缓慢滴入打好的蛋花,顺时慢脚下,带水再次沸腾,就可出国享用了,烹饪技巧,把烟龙头鱼时的知道调去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